龙大哥 这样吧 如果您不嫌弃呢 就跟兄弟们在我这儿委屈几天 等我把钱凑够了 我亲自给您送过去 龙爷 在这儿过夜 不太合适了 有什么不合适 叫弟兄们 把门看好了 把院子给我守延了 不许擅自进出 是 管家 在 赶快给兄弟们备饭 三太太 你说该怎么办 青龙帮让咱把枪叫了 那咱不就成了砧板上的肉 任他们宰了吗 这个坎儿 咱们恐怕过不去 你想想 咱们老爷当年把人家害得那么惨 现在少爷落到人家手里 人家能放过咱们扎府吗 就怪你 笨 三番五次的 你说你早点把少爷给 给解决了 能有这么多麻烦吗 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拼 拼才给鱼丝网破的 我就不信了 齐齐你看你把你给能的 还拼拿什么拼呢 鸡蛋碰石头啊 我告诉你句真理吧 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使失误者为俊杰 让你教你就教 那我就教了 教 行行行都教了都教了 快点快点走 快点快走 快点 到了 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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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大家就在这客栈 落脚休息一下 好 王勇 这儿的环境你比较熟悉 你先去探探消息 我们都在客栈同意 好 去雪阳阵 是 是 快 快点 快点 快 站住 我给龙大哥送碗汤 送船没有香 回去 喊什么呢 堂堂一个青龙帮的帮主 还怕我一个弱小女子啊 我能吃了你吗 胆子那么小啊 谁啊 是我 龙大哥 三姨太 进来吧 我给你吃什么 喜好 天啊 你便宜 水 好 啊 你说什么 我担心 把点 那 我 你便宜你 还没休息啊 这不是心里有事 睡不着吗 三姨太心里 还能有什么难事 龙大哥 这五十万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要我们扎父都拿出来 可就倾家荡产了 谁不知道扎父的家底啊 这点钱对扎父来说 算得了什么 龙大哥 您喝这个 来 喝碗汤 降降火 不会下毒吧 看出来了 三姨太 真是女中豪杰 既然如此 我龙喜猜也是说话算数的人 一言九鼎 拿钱走人 从此以后 绝不再难为三姨太 怎么了 三姨太有什么难事吗 龙大哥 龙大哥 我知道我们扎父以前欠你挺多的 按说 拿这五十万呢 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心疼 我也不生气 我们扎家是有点钱 可是你想想我 要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哎 日日守空房 龙大哥 我跟您说呀 我们家老爷病了那么多天 这是死是活 还不知道呢 我嫁到扎家这么多年 我就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 你说说 他万一要真死了 我这不就守死寡吗 也真够可怜的 头儿 老爷回来了 什么情况 头儿 秦龙帮把扎父围得水泄不通 进不去 白脸 你留下来 看好林红跟鱼儿等 我们所有人都去见识扎父 绝对不能再让扎父顶 从扎父逃脱 好 好 你 你说什么 三姨胎 跟 跟龙喜财 是的 老爷 他们现在还在客房呢 这 这 这 就是当初啊 夺走二姨胎的那个 龙 龙喜财 是 是的 老爷 家门不幸啊 家门不幸啊 老爷 老爷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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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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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开门 走 林叔 少爷 少爷 怎么了 林叔 老爷他 老爷他走了 少爷 三姨太呢 三姨太和龙喜才 把老爷给气死了 老爷 老爷 别动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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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扎府以后 你去监视大门 好 田叔 你到后面看看 我跟丸子到两旁去看 有没有其他的伏兵 如果没有状况 我们打门口即合 嗯 这扎府跟青龙帮家一起 可有几十号人呢 有那么多人 就我们这几个人 能不能行啊 行吗 放心 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干嘛 听到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 他们说 他们说 要去搜查诈府 不是 是他们一走 只有百里一个人盯着咱们两个 大家都准备一下 去吧 你什么意思啊 逃跑的机会到了 咱们两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人 你傻呀你 百里他身上有枪 嘘 而且百里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性格 你要是跑不了的话 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靠的不是力气 而是脑子 硬本硬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 我不安心了 所以 我有个好主意 血药 怎么样 上哪儿找血药去 江湖 江湖这么险了 我能够随身携带吗 你还随身携带卸药啊 嘘 我们待会儿要去扎府 你们好好休息 养好体力 明天还得赶路 扎府顶 你千万不要想逃跑 因为百里的子弹 随时等着伺候 那是 我一百个老实 你一千个放心 一路走好 公爷啊 我求求你们了 房弃呢 这些房弃呢 我东西都没有了 我求你们了 我问你 那些房弃地气呢 好东西 你说不住 东西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再不说 我抽你的金 扒你的皮 我真不知道 这事要问少爷 我求你们了好不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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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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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里你喊什么 怎么了你 可能是饿的吧 你说这些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一顿饱饭都没吃上 白晓鲜个叫两碗粥呗 好不好 饿呀 我也觉得有点饿了 你们都饿了 那你们饿着吧 你看 这事你可得重视起来啊 我们两个可是重犯啊 你说这一路上都光见影的 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一碗粥嘎巴一下死了 你说值得吗 鱼二斗 没有你一天到晚的烦我们 我们能跑得更快 知道吗 那你怎么跟粥头交代呢 就因为一碗粥俩人都死了 不好说 是不是 不好说 走 马上来 走 马上来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说你就要两碗粥 那你自己不吃啊 回头别把身体搞出问题了 不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我自己饿不饿我不知道啊 谁说两碗粥里就有你的了 不是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G